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孫患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句字是 美股跌完美加個問號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走勢認真醜樣 大幅低開之後 早段都叫做跌幅收窄過 但其後跌幅逢往生又擴大 最後全日跌穿兩萬六千點 不但跌幅超過五百點 最後收到25840點 跌531點 成交775億 今天跌得這麼厲害 有幫的其中一隻跌幅比較大的籃籌 見到50千線失手 上升跪也沒有了 跌成4%又多 騰訊也難以避免下跌 今天跌3%又多 也是刨處大市 受制於50天線 講回整個市形勢 今天跌了500多點 後市怎樣看呢 起碼分兩方面講 第一方面 回到點題幾句字 美股跌完美 首先要解答這個問題 美股跌完美 可以從兩邊來講 第一方面 先看看宏觀經濟的形素 剛才美股這幾天跌得比較厲害 其中的原因就是 市場開始對美國經濟的前景開始憂慮 因為最近大家擔心有幾樣東西 令美國經濟會持續放緩 由第三季開始放緩 第四季一路一路放緩下去 原因是甚麼 第一是全球的需求放緩 第一是關乎特朗普的減稅效應 就慢慢消失 財政政策的刺激又消退 加上加息的不利因素開始浮現 以至樓市的增速放緩 都是不利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經濟增長不好 大家對前景的看法當然會弱下來 所以跟美國經濟相關的資產價格 都見到有相應的反應 這就是美國十年期國債知息 去到3.06厘 呈現雙頂 換言之 單看這圖 美國債息好像想跌 美國債息跌 顯示大家要是擔心經濟放緩 以至衰退 要是覺得美國聯儲的加息步伐 就沒有那麼快 與此同時 美匯指數也有類似的走勢 看到了 美匯指數去到96邊 已經跌穿了20天線和中期的上升軌 顯示美匯走勢轉弱 美匯走勢轉弱的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與息口的預期有變 以前大家都預期 12月加完之後 明年起碼加3次 有些人甚至估計5次 現在大家不是這樣看 12月加完之後 估計明年可能加1至3次 明顯與之前的預期不同了 對美元的支持力 因而射弱了 所以美匯指數就跌了 顯然從經濟的面子 大家仍然在看淡 看淡對美股不利 所以美股跌完美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來說是負面的 才未跌完 與此同時 美股本身都是一般 起碼第一件事 就是今日亞洲時段交易的美匯 所以美股期貨是繼續下挫 進來之前查過 美國的導指期貨是小期 跌145點 昨天跌完今天繼續跌 這已經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要值得說 就是美國科技股的弱勢 是越來越明顯的 原因是甚麼 就是與這幅圖有關 這幅圖是蘋果的走勢 昨晚又再跌4% 185 已經補了之前講過節目提過的上升裂口 走勢是差的 而且繼續一浪低於一浪 原因是甚麼 與消息壞有關 因為今天再有報導傳出 蘋果叫代工商減少生產量 換言之 新的蘋果手機 新的iPhone 消息壞一般的情況 是繼續下去的 大家預期 消息壞不太行 因為 不斷有代工廠要減出貨量的消息 是不斷流出 以至令大家很擔心 蘋果新售機的小售量 這個對蘋果以至 有關公司的股價都是極之不利 除了蘋果之外 其他重磅的科技股 亦都一般 既有不利消息 亦有股價走勢向差 其中一個就是Facebook面書 面書一直下跌 這陣子一直自高位以來 維持一浪低浪走勢 與此同時 消息都是很壞 甚至乎跟蘋果是爬得住的 因為這陣子 老老續續有那邊的報章 都是報導Facebook的負面消息 原因 和最早期的追溯 是用戶資料洩漏事件 不斷發酵而成的事情 最近又說 高層因著用戶資料洩漏事件 就出現高層大地震 又說是士氣不震 多個重要的領導層離職 走勢就認真 令大家非常擔心 又說 朱克伯格現在要改變管治風格 總之當地的主要媒體 也挺有權威 都是一直暢衰Facebook的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 令Facebook的股價一直跌跌 還未見底 與此同時 另一隻Netflix 即是內斐 話消息雖然不太多 但股價一直跌下去 最新是50天已經跌穿了200天線 所以出現死亡交叉 所以總的來說 大型科技股走勢是非常弱計的 看到納斯達指數 昨晚再跌219點 進一步向下測試前浪底支持 從種種種因素的判斷 科技股的跌勢是未完 例如蘋果可能要再次下市 比較低的水平 包括前浪底的支持 大概180元左右 至於Facebook可能要見到113元 走勢是弱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相信是美股未跌完 但美股未跌完港股如何呢 初步看 可能要繼續向下考驗 重要支持 其中一個就是20天線 就是這條黃色 大家初步看這條線 看看是否守得住 好,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